熊妈心里扭曲 教育熊孩子故意划车 还即使熊孩子在他人火锅中家达便 小区停车场 一个富裕正操控着一个熊孩子在划车 对 小宝 用力点 这边也多划一点 反正他有钱 多划点也没事 喂 老公啊 我正带着咱儿子划你姐夫的车呢 谁让他不给我们买车了 自己开几百万的豪车 住二百平的房子 给我们买个几十万的车都不肯 反正修车这点钱 对于他们都是小意思 客厅正在看电视的 我突然听到了敲门声 走过去打开一看进来 一个带金链的男子 面色不善 就是你家小孩把我车给划了呀 我一联盟 我们家没有小孩子呀 我们才刚结婚呢 这时弟媳走了进来 手里还牵着大侄子 姐姐姐夫 我来了 小虎 他叫姑父 姑父 谁知道男子一看到 他俩顿时气得不行 还说 不是你家孩子 我刚刚找保安查过监控了 就是这个孩子 划了我的车 身边还跟着这个女人 啊 这是你的车啊 我还以为是姐夫的车呢 闭习小声嘀咕了一句 你说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 小宝调皮吗 这个年纪的熊孩子 都是比较调皮的 你帮他赔一下呗 就划了点车又要不了几个钱 说着就牵着熊孩子走了 他说的好像很理所当然一样 我没办法 对不起了 兄弟 多少钱 你算一下 我赔给你吧 算了算了 都是邻里邻居的 不是你们故意划的 也就算了 下次可不能让你家小孩子 再这样了 男子还挺大度 好的好的 谢谢了 男子走后 我一脸不满地对着妻子说 云儿啊 也该让你弟弟管一管他这熊孩子了 到这个岁数了 不多管管以后闯的货还要多呢 对不起 小统 哎呀 说这话干嘛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晚上带他们去吃火锅吧 武进刚开了一家火锅店 听说味道很不错 好呀 我这就去叫他们 火锅店里 这是他们家最出名的牛别火锅 闻起来臭 吃起来香 必须你们快尝尝 妈妈 这是什么呀 臭死了 跟我那的爸爸一样 宝贝呀 这是好东西 很堵的 来 妈妈给你多加点肉 别吃青菜哦 我们要多吃点肉才够本 突然熊妈瞥见隔壁桌 不正是刚刚被他们划车 那个金链男吗 正一个人每每搭在吃火锅呢 突然一个电话来了 就看见他接起电话 往外面走去 熊妈眼珠一转 又有怪主意了 拉上熊孩子就往外走 姐夫 我们去一下卫生机啊 熊妈牵着熊孩子来到一个角落 小虎啊 刚刚我们吃的东西 是不是很臭啊 是啊 妈妈 好臭啊 就跟奥利梗一样 其实我们吃的 就是牛的奥利给做的 熊孩子听完 差点吐出来 不过没关系 那都是可以吃的 而且加的越多越好吃 老师是不是教我们要乐于助人啊 你看隔壁那桌 锅里都没有那么多臭味 一定不好吃 你去给他们加点料好不好 加点爸爸就能好吃吗 妈妈 当然了 熊孩子很相信妈妈说的 转头就去厕所 制造了一点佐料 然后跳上桌子 加到了隔壁桌的锅里 正巧那个金链男来了 看到了这一幕 生气地冲了过来 一把把熊孩子推下了桌 哇哇大 你在干什么 谁教你这么做的 我妈妈说的越炒越好吃 我给你加点佐料 你还怪我 熊妈和服务员同时赶到了战场 你干什么呀 他还是个小孩子 小孩子调皮不是很正常 你怎么能打小孩呢 先生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出去了一下 回来就看见这个熊孩子 正在往我的火锅里加奥利给 他还说是他妈妈教的 你看应该怎么办 我们也是听到动静 赶到了现场 就看见熊孩子正在地上 就算是孩子调皮不懂事 也不能打孩子呀 你看你这么大的人了 我哪有打他 我就是推了一下他 要不是你教他主动找事 能有这些事吗 不行 我孩子要去医院 要是摔坏了你赔得起吗 对不起女士 孩子可以现在就去医院 但是孩子在我们火锅店捣乱的事 我们调查监控后保留追究权利 实在抱歉了 先生 这单我给你免单了 您觉得如何 行吧 孩子先去医院吧 熊孩子为何突然爆刺熊妈 毒药是对方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续接上级 你看你这个姑父怎么当的 大侄子被别人打成脑震荡了 你就在边上一句话也不说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 不是 这件事情主要还是我们理亏在先 要不是小虎在别人的火锅里拉食 那个人也不会那么生气 小孩子这个年纪调皮捣蛋不是很正常吗 你没听说过 越调皮的孩子以后越聪明吗 我家小虎以后肯定学习非常好 学习好不好不知道 但是这么下去 不知道还有没有以后了 你这叫什么话 说我儿子短命吗 这是一个护士走了进来 跟他说了孩子没事 一点事情都没有 就一定要我们看一个脑震荡的单子 不知道想干什么 惊呆了 我说明明看小虎没什么事情 怎么就突然脑震荡了 何着你在这骗我们呢 熊妈表情明显慌乱了 就算没有脑震荡 肯定有什么内伤没检查出来 小孩子这么脆弱 被打一下肯定不得了吗 我不是想他赔点钱以防以后 万一出什么问题呢 你这是讹人 我真是服了 不是熊妈的胡闹 我们带着小虎回到了家里 毕竟这是我们的亲弟媳 该给的尊重我们 还是要给的 不能让他太丢面子 熊妈回到家里百无聊赖 看着这个比自己家里 大两倍的卧室心里 就是不舒服 又想到了什么歪招 于是悄悄对正在玩的熊孩子说 小虎呀 等等我们跟你姑父他们 一起去吃烧烤好不好 好呀好呀 我最喜欢吃烤羊肉串了 那等等到了吃烧烤的时候 我们把签子吃完了 往你姑妈脸上插好不好 这样不好吧 妈妈 这样子姑妈会流血的 而且这样子很痛 没事 小孩子打人是不疼的 小孩子这么玩一下没事的 大人怎么会跟小孩子计较呢 妈妈小时候总喜欢跟他们这么玩 大人都夸我活泼呢 这时走到门口 想要找他们娘俩吃饭的 我停住了脚步 不敢相信 我居然听到了如此震碎三观的对话 感情熊孩子三番五次的捣乱 都是因为熊妈在后面指点江山呢 看我不置之你 于是又走回了客厅 过了一会儿熊妈出来了 姐夫 我们晚上去吃烧烤吧 小虎说想吃羊肉串了 好呀 都有你们定哦 那就这么说好了 我先去化个妆 趁着熊妈化妆 我把熊孩子叫到一边 说起了悄悄话 晚上坐到了烧烤摊上 大家正在兴致勃勃地撸着串 熊妈突然对熊孩子拾起了眼色 见状我也暗暗对熊孩子点了点头 熊孩子拿起一根铁签子 突然就扎向了一旁的熊妈 哎呀 小兔崽子 我让你扎他 你扎我干什么呀 小孩子打人又不疼 大惊小怪干什么 扎的是我又不是你 你当然不疼了 臭小子 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 小孩子玩玩的 大人怎么好意思跟小孩子计较呢 原来是你 就是你串通我儿子一起来对付我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小犊子 对不起 妈妈 你不是说小孩子玩一玩没事的吗 不要怪我不听你的话 实在是辜负给的太多了 一堆的神秘手办 从熊孩子裤兜里掉了出来 你们都欺负我 记住 你怎么教育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未来就会怎么回馈你 以后不要再利用孩子 作为你作恶的工具 再被我发现 就不是扎一下这么简单 小虎跟我是血亲 你可不是